那带导者是分很多层次的 起初的时候是自己祷告的带导的训练 慢慢的就进入到生命的层次 后来就进入到被神使用的领域 现在我就到了被神使用的里面 就是真正可以在灵界里面开始发挥作用了 以前的那种都是只是小小的训练而已 就像打仗一样 以前练兵都是在房间里面练 慢慢的到一个大的操场上面去练 后来的时候就到真正的战场上去使用 那我现在就被神拿到真正的战场上去使用的情况 像这几天我们看到这个聚会的翻转 这个巨大的反应 非常强烈的释放 原因就是因为已经被练好了 就可以拿起来被神操练 所以当我在服侍的时候 我领受到神的心意 同时我就释放出去 那么同时我释放神的命令的时候 话语就出神的能力就出来 超自然 我借着我的话就把超自然带进来 因为我就是一个完全通道了 使者上去下来的通道 我就是一个通道 神的能力呀 神的国就顺着这个就流下去 所以人们马上就被感动 我带倒的时候 我不是带倒了 当我已经进入到行动的领域了 已经不是跪在那里天天祷告的那种状态 现在可以起来行动 被神拿出去像箭一样来挥舞 我现在到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那我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把现场的几百人一同带进神的国中 他们就精力能力了 所以我是通道 多少人都可以从我这个通道 不是从我上去 是神从我下来 他们也可以从我这里见到神 神下来 他们上去 就是可以见到面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好被爱 好像见到耶稣 他们我在家里面的聚会 在祷告的时候 他们都说 好像与神面对面的感觉 那我就可以把整体的慧众带上去 也可以把一个人带上 我如果服侍一个人 很多我经历的心灵的医治释放 我自己的问题都是 把问题带到神面前去 神亲自下来医治他 用他的策略方法 因为我每一个生命的问题被医治 都是需要不同的方法 不是同一个方法 所以医治释放 是神亲自启示 一个智慧在我身上 我就能把我的那个问题去解决 比如说两个字 就可以完全解决 我几十年的一个问题 那么一句话 可能让我彻底的 但是必须得神告诉你是哪一句话 也必须神告诉你是哪个字 像我曾经服侍一个姐妹 她那一次服侍 其实我只用了四个字 就把它彻底释放出来 第一个字 第一个词是天真 那个姐妹你记得 她很希望 她以为自己不在天真 她活在痛苦里面 她觉得神不爱她了 因为她好像变得复杂了 我只是说 天真 她就开始大大地哭 后来她在宣教的上面 有一个伤害 就是她曾经很被神感动 要去宣教 但是和她一起的同工呢 她以为可以和她一起去的 因为她不可能一个人去宣教 那个人和她分开了 关系变得很差 她就彻底的灰心失望 她觉得再也不能去服侍神的 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侍 或者她还认为 可能是她领受错了 很有挫折感 很挫折 我只是说宣教 我说这是神给你的 她就完全的释放 因为这个很关键 这个关键呢 这就是策略的一种 所以很多时候在服侍的时候 不是每一场聚会 每一个人 每一个问题都用同样的方式 所以一个带导者 是随时跟随神的心意 而明白听到神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像昨天 其实我们在服侍这个地区 第一天是很 灵里面挣扎很大 但第二天 神只使用异象当中的 一双钉痕的手 就把人全部都打开了 所以从昨天开始 圣灵就开始进来工作了 但第一天是很难进来的 第一天他们就像坚硬的石头 但第二天只用神启示的 一双钉痕的手 圣灵从那个时刻开始 你就注意到 一直到现在 就在那里面自由运行了 就自由运行了 所以那是个策略 是神告诉你打仗的军师 我们是军师 神告诉我们指挥那个战场 用一个特别的谋略 就把这个战争打赢了 所以这就是谋略 今天神又用了另外一个谋略 就是十字架 那我讲到十字架 他们就觉得很尊贵很荣耀 就觉得神很大能力 当我讲十字架 今天那个复兴就讲下来 所以这就是神可以翻转一个人 翻转一个人的生命 翻转一个家庭 翻转一个民族 翻转一个教会 翻转一个城市 翻转一个国家的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必须知道怎么处理它 有问题不要紧 但你得知道怎么解决它 这个很关键 这就这几天你看到我们的服事 为什么这么一个国效 是因为我们是行在谋略当中 是魔鬼不知道的谋略 它不会预料到我们会用哪一个 它想不到的方法 它只能在那里等着 被动的等着我们射箭 因为它完全摸不到神的心意 它不知道我们会用哪个策略去 去工作 神是创造的神 每一天都是新的 它口中所说的话 它所做的事 都是在变化创新 如果我们停留在过去 拘束在过去里面 我们跟不上这个 神随时改变的状态 更新的状态 我们就没有办法 按着神此时此刻的心意去服事 所以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感谢观看